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这个频道成长 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最早将于下周访问俄国 与普京商讨援助俄罗斯武器的问题 美国向朝鲜发出了警告 而中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备受关注 美国政府曾表示 最新的情报显示 俄朝两国正在积极推进武器方面的洽谈 上月 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前往朝鲜 试图说服平壤出售火炮弹药给俄罗斯 而金正恩也为朝鲜寻求粮食援助 据希望之声报道 台湾国防院所长苏子云认为 朝鲜这次能够提供给俄国的交易可能有三种 最重要的是火炮的榴弹炮 这部分俄国消耗很大 朝鲜跟俄国的炮弹是相同规格的 所以这是第一批朝鲜可以快速支援俄国的武器 第二个就是轻装备 包括步兵的装备 第三个就是苦力了 目前在俄境内有很多朝鲜工人在建造一些基础设施 由于受到西方制裁 俄罗斯很难从外国购买武器 中共今年向俄罗斯出口了大量的军民两用装备 但从未公开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性武器 7月 邵一谷访问朝鲜时 中共也派出高级代表前往朝鲜 三国大秀亲密团结 如今爆出朝鲜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的消息 令外界关注中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分析人士唐靖元表示 我觉得有两种可能 一种就是中共为了避免因为直接去支援俄罗斯武器 会导致制裁 所以有可能中共和普京他们做了一个分工 中共主要在经济上支援普京 而像武器弹药方面通过朝鲜来支援 这是一种可能 另外一种可能是 中共可能耍了一个手段 就是中共先把一些武器弹药这方面的资源 先给朝鲜 然后通过朝鲜转手交给俄罗斯 普京与金正恩加强军事合作 令外界担忧 俄罗斯未来可能会向朝鲜提供先进的武器技术 帮助朝鲜提高核武能力 加速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 唐靖元表示 一个非常好战的 而且不太听指挥的小国 如果说它拥有了核武器 而且拥有了成熟的核能力的话 其实对美国的威胁是非常有限的 因为美国还有反导系统 反过来 它对中共的威胁其实是非常大的 因为两国离得太近了 近在咫尺 金正恩与普京上一次会面是在2019年 地点在俄罗斯远东城市海参瓦 这次如果成行 将是金正恩在疫情爆发三年来 首次出国外访 据纽约时报报道 预计这一次金正恩仍可能乘坐其专用的装甲列车 前往海神外与普京会面 上个月有20名朝鲜官员组成的代表团搭乘火车 从平壤前往海神外 再飞往莫斯科 可能是替金正恩出访事先踩点 西方国家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对它进行制裁 但中共却私下雪中送炭 在金融等关键领域支持了俄罗斯 中共四家国有银行向俄罗斯银行提供资金 总金额将近100亿美元 俄罗斯央行数据显示 从去年2月到今年3月的14个月内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和中国农业银行 对俄罗斯的投资总额从22亿美元增加至97亿美元 其中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占其中的88亿美元 中共跟俄罗斯之间的贸易结算是以人民币进行结算 中共一方面想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另一方面想用人民币去挺卢布 但是这种做法不但没有挺住卢布 反而带崩了人民币 为什么人民币汇率下滑得这么厉害 评论人士张天亮分析 就是用人民币结算的国家 像阿甘廷 俄罗斯等国 他们也对人民币没有信心 当他们一旦拿到人民币之后 他们就在离岸市场大规模的抛售人民币购买美元 因为你抛售人民币购买美元 就等于美元对人民币会相对升值 人民币的汇率就在下降 结果带动了离岸人民币汇率的下降 而离岸汇率下降 在岸的人民币汇率也得下降 否则就存在利差套利的空间 所以国内的人民币汇率也跟着往下降 等于是中共想用人民币去支持卢布 结果反而被卢布给带崩了 最近有一个消息显示 普京真的没钱了 俄罗斯7月退出黑海股物协议 引发全球粮食供应担忧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周一 背抵俄罗斯与普京会晤 会晤后埃尔多安表示 黑海股物协议有望很快恢复 俄乌冲突之初 黑海股物贸易出现中断 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粮食出口大国 因为两国开战 粮食从黑海都运不出去 在联合国的斡旋下 去年7月两国达成黑海股物协议 就是说我们都不攻击对方往外运股物的船只 这个黑海股物协议今年7月17日到期 俄罗斯就没有续约 因为国际制裁俄罗斯 俄国想出口粮食跟化肥的时候 人家不买它的 所以从黑海往外运的粮 大都是乌克兰的船只 协议到期后 看到乌克兰的船只 俄罗斯就炸 它的理由是 我怎么知道你运的是粮食 我觉得你就是在运武器 所以我就要炸你 这样等于黑海就被俄罗斯给封锁住了 普京的立场是除非西方停止限制俄罗斯农产品出口到国际市场后 俄罗斯才会愿意续线协定 就是说你们也得买我的粮食化肥 我才打开黑海这条通道 因为普京现在石油卖不出去了 所以他急于卖粮食换美元 俄罗斯的石油为什么卖不出去了呢 本来普京想用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 卡住欧洲的脖子 结果去年美国政府紧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一传一传的往欧洲运 从波罗的海进入欧洲 结果就造成了欧洲国家 已经不再需要俄罗斯的能源了 所以普京现在真的没钱了 近期乌军在扎波罗热前线大举进攻 在控制了罗伯纪念后 继续向其东部的维尔伯尾进发 而俄军处境艰难 没着损失惨重 在俄军奥切列图瓦捷以北的苏勒维金防线 现在大部分区域已被乌军主力部队所控制 为减少不必要的人员损失 俄军不打算强行夺回罗伯纪念 而是炮击罗伯纪念地区的乌军阵地和兵力集结点 来试图阻止乌军的进攻 乌军有一支精锐的特种部队 可能很少人有人知道 他们在战场上神出鬼没 有着特殊的使命 就是斩首俄军将领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这支部队中的狙击手自称为魔鬼与天使 他们的要务之一就是除掉俄罗斯的高级指挥官 打击俄军的士气 6月份他们除掉了巴格纳雇云军的刽子手安多诺夫 美军退役将领史卡列斯表示 要是敌军准备发动攻击 但指挥官却被除掉 部队就会陷入混乱 这支部队在巴赫木特附近接受训练 他们通常不穿西方狙击手常穿的 便于伪装的吉利服 因为太笨重 不方便徒步穿越战场 一位自称废血的狙击手告诉记者 我们神出鬼没 宛如隐形 让俄军闻风丧胆 周二 乌军使用两枚海马斯火箭弹 摧毁了俄军一座弹药库和指挥部 这座弹药库位于顿涅斯克州巴赫木特 东南方向25公里处 俄军前线士兵一直抱怨缺弹少量 这无疑更是雪上加霜 视频显示 该军火库被完全毁灭 包括指挥官在内的20余名俄军士兵 瞬间灰飞湮灭 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战场上 到底死了多少官兵 俄罗斯一直没有对外公布 英国国防参谋长拉达金上将表示 截止6月底 俄罗斯军队已在乌克兰失去了一半的战斗力 包括多达22万武装人员 2500辆坦克 这个数据应该是客观准确的 与第三方数据比较接近 ISW发布的乌克兰战争美人讯息披露 该研究所估计 俄军在乌克兰的武装人员 损失人数已经超过21万人 有消息称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向普京报告 截止6月底 俄罗斯整个武装人员损失 共计死亡人数超过30万人 而俄军一共投入乌克兰战场上的兵力 俄本土兵力 乌东北军 雇佣军合计有60至70万之多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请记得点赞订阅留言 并分享给您的朋友 试试变换笑看风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